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绝对的短期是肯定不存在的 高度的土地垄断的政府手上 你说垄断的最后你说这个价格是谁造成的 政府是不是愿意大量的这个批力来把价格压下来 我觉得目前来看好像不会这么做的 这个价格是一定要限制的 毫无疑问什么不能限制 一定要限制的 它是泡沫 但是不等于说短期内它不会涨 这一轮的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 造成了这些不是有抗风险能力的 没有投房地产经验的这些人跟着炒房 将来是卖房的人多 即使不卖的话也传给下一代 没有人买房 怎么还能像过去那么长 北京它的土地使用力达到香港的50% 北京可以拥有多少人口呢 一亿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供需关系上造成的价格的波动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停止印象 价格肯定会停止下来 甚至会下跌 这次调控会持续限制资金流入到房地产 物业税我相信一定会在这个财富的保有环节 增加持有者的成本 那么会抑制这种投资性的这种需求 我觉得还是其实炒房不适合 而且这个政策应该是持续的 担心的是调控是不能一直坚持下去 即使把价格撑得很高 那这个行业本身也是要萎缩的